我的天呐,你知道这种绿头鱼沙雕人吗? 他们长得一脸蠢萌还可以随意拉伸 有个小伙子把沙雕人剪开 在他的身体里竟然发现了一枚四叶草水晶球 据说到了午夜,这枚球就会散发绿色的光芒 但凡是看到绿色光芒的人 都会在一周之内获得好运 真的是太神奇了 竟然还有这种绿头鱼沙雕人 这么长得也太蠢了吧 剪开油,竟然还能发现四叶草水晶球 最重要的是,这种水晶球到晚上就会发出新的绿光 但这种绿色光芒马上就有个好运动了 但是,是哪个才能买到这个绿头鱼沙雕人呢? 竟然,你看这个沙雕人长得好久了 你这个是哪买的呀? 这个道人是从小麦不买的呀 老板心里的我是不是很可爱呀? 是蛮可爱的,这肚子炎悠悠的 说不定里面有宝贝呢 什么宝贝,你干不吃下把它剪开吧 哎呀,别小气嘛,让我来试一下 要是找不到宝贝的话,那我就陪你一半 那要是找到宝贝,你也得分我一半 没问题 仔细看着绿头鱼,长得也太搞笑了吧 随便摘个短屏,也很蠢哦 捏捏捏捏捏捏的样子,还有点像大屏一样的 它的鼠皮拉伸得好长呀 肚子里捏的铁,很绵绵的 特别的耐摔,咱们来剪铁片 看它的肚子里有用蟹槽水晶球 捏捏的小屁屁 啊,白色的伤马上就喷出来了 这个场面,怎么有点不可描述呀 咱们把这个口罩给剪大一点 一切圈鱼,把你们的沙泉告出来 看着绿豆绿头鱼,瞬间就干瘪掉了 但是没想到,它肚子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沙子 早了一早,它沙子也好都没有 我的绿豆人怪掉了 你不是说那里面有什么宝贝吗 这一只里面倒是没有,剩下一只里面再用啊 哪有下一只啊 鱼姐,等着我,马上我就回来 鱼姐,等着我,马上我就回来 鱼姐,鱼姐,我们回来了 我在小排鱼,买了四只猪绿头鱼 我猜,你好有钱啊,这一只可要25块钱呢 我猜啊,可都是胖吞吞的 那你要把这四只全部剪开吗 不剪开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宝贝呢 这一次咱们换个大一点的盘 小肚子也太肥了吧 我捡,好多沙子啊 沙子全部倒出来,完了 不错,这只里面也啥都没 算,换来一只吧 这一只咋就像没睡醒一样呢 快醒醒了你,快醒醒了你 咱们从肩膀肉给它剪开 一脚头来,胳膊没了呀 又没有 想找到四叶草水晶球也太难了吧 会不会是你运气不好呀 要不然换过来吧 这只里头人长得这么憨 一看就跟我一样,是个圣桶 咱们就从她的脚这里开始剪吧 全是细沙呀 反正她肚子都快空了 你也没看到里面有东西啊 那些细沙已经完全倒出来了 又没有发现有宝藏 这只只剩最后一只啊 这只要再抽不着 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因为她的肚子看起来超远 应该有东西吧 咱们直接从她肚子上风开始剪 先摔手进去逃一逃 哦,什么样子 有没有东西啊 赶紧拔开来 哦,天呐 这就是四叶草水晶球啊 叶草也太好看了吧 那是你呢 这还真的被你找到了 真的是辛苦你了 不准连起来找了这么大一个球 我这球有什么用啊 有天呗,你们知道了 小伙伴们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咯 我看这个球也没啥变化呀 我是以为咱们现在还开着灯呢 我把灯关上 我就能看着她是什么样的啊 难道她是个烟灵珠? 我才能做的那大光啊 你们的四叶草 看出来了就这么样子啊 而且就说看见 绿色四叶草的人 我才在洋芋中 有好运行人在身上哦 我又赶紧洗个月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也快来洗个月了嘛 我的天呐 你见过 这种泡水就会变大的小猫爪吗 居然有人把它剪开 还在里面发现了 机器猫纯金纪念币 太神奇了 更猛过海绵猫猫跟拍打些 现在又出现了小猫爪 还能出出限量感 机器猫的纪念币 这也太值了吧 鸟 鸟 鸟鸟 网上下单 每当每当 导致们 持平通贩小猫杆给你们买咯 这次啊我一共买了六只 这些小猫爪看起来粉嘟嘟的 他们真的能泡水就变大吗 赶紧试试不就知道了 上水 咱们先来一只猪猫爪吧 我刺 掏出来 这个爪爪窝起来软乎乎的 它有点痰痰的呢 咱们把它泡进水中 让它喝饱水 按摩按摩 сти doctor 对 谢谢咱们给它捞上来看看 呜偉 摸得好多亮啊 你们跟谁 来对比一下 是不是真的变大了超多呀 而且颜色还变强了呢 这也太神奇了吧 哇 这里面真的有金钱币吗 多哪有吗 到哪里摸出来呢 来解开看看 咱们从下面给它解开 让我来瞅瞅有没有 哦 哇 真是那个 哇 真是独立艾姆基金币 哦 轻松小软吧 哦 真是泡沫啊 不是吧 我做到了泡沫 我总是欺负大熊 还有独立艾姆 哎 这到底算是幸福 但是不幸呢 这个你就出道 你就知足吧 我来出门来帮找找 咱先给他放在水里泡一泡 赶紧喝完水吧 变得变得到了 我先摸到里面有金币 赶紧来剪开看看 嗯 没有 里面是宫的 一好歹还抽到了泡沫 我来泡沫都没抽到 看来是三次的梦爪不能跳啊 那我还要来一只集吗 咱先下去泡个澡 现在他已经泡到了 有点水 好像能看到里面有硬的东西了 赶紧来剪开 剪 刚才抽到了泡沫 嗯 这次会抽到谁呢 啊 哇 是金香啊 虽然没有抽到多年梦的大熊 但是抽到了金香又不错呀 粉粉的 超可爱 不然 碰橘的爪爪真是能带她好运 没有橘猫的爪爪了 那我来个棕色的猫咪吧 先下去泡水 捞起来 这次咱们从上面给它剪开 剪 我开 嗯 让我来偷出来看看 这是什么 小波 我最讨厌她了 跟棒骨一样 都是小坏蛋 两个人就喜欢一起欺负大熊 不过还好 总算抽到了一张纪念币 到现在我从没有抽到多年梦的 只剩下两个小猫爪了 小姐呢 你们觉得我能抽到吗 接下来 觉得我们能抽到大熊跟多年梦的 没有我们点个赞赞啊 脸只一起泡水吧 好了 脸只都已经泡大了 咱们来给它剪开 剪 剪 哇 爆水啊 屁折 咱都抽完了 现在应该是主角了吧 这回是大熊 果然 主角出现了 惊慌我 想想的吧 咱赶紧把这只一个简单吧 拜托拜托 一定得给我来个多来梦呀 这回是蓝色的 赶紧看看 是大熊 我多来梦 是明童房 被我抽到了 我今天也太迷迷了吧 四张金笔 还有两张是主角哦 姐 你这么多金笔 能不能送我一张啊 我的天哪 竟然有这种牙牙怪玩具 有人把它们打开 还在里面发现了纯金牙齿 戴上以后 真的超土豪 太神奇了 牙牙怪玩具里面 竟然有大金牙 我要有这口大金牙 我肯定是这套 介绍最漂亮的仔 可是这种牙牙怪玩具 是哪天的买到呢 我看网上也没有啊 我上了去小卖部的时候 看他小卖部有卖的 那还等什么 咱们赶紧去小卖部啊 小卖们 牙牙怪玩具 给你们买分啊 这才我们一共 买了八个牙牙怪玩具 看我都找的好奇怪啊 你牙牙牙牙牙牙的 我说还能跳呢 那就别说废话 咱们赶紧出吧 大叔这个牙牙怪里 它们有大金牙吗 我怎么看啊 好像没有呢 哎 不管了 先给它拆开吧 我撕 把牙牙怪打了出来 哎 这个牙牙怪的牙齿 长得还真挺奇的呢 不不 这里要怎么打开啊 我用来来呆一呆试试看 嗯 嗯 这里不然是空的呀 什么都没有 小卖部你们看 这哪有大金牙呀 看来第一个我就没吹到呀 这个牙牙怪里的树梁 嗯 它怎么吹来跟着吊了呀 啊 我知道了 扭了这个发条 它就会动啊 咱来看看这只有没有金牙吧 先来把它剪开看看 嗨 偷出牙牙怪 你还别说它长得怪精神的呢 牙口也蛮好的 咱来看看它有没有 我看 嗯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姐啊 你是否被骗了呀 这牙牙怪里面也没有打金牙呀 别了 你看看这牙牙怪看看 死 我怎么一个都没了 这牙牙怪也太可恶了 看你笑得这么嚣张 你的牙齿很六花金 嗯 这个也没有 嗯 我太死了 太白黑牙齿 嗯 这一天是真的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一次该不会真的要搬车了吧 现在就剩四个牙牙味了 能不能抽到金牙就看他们了 小可爱们 点点赞在 给小羽我来点好运啊 呃 把它发了出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牙齿里面 有没有藏什么宝贝 把这看 哎 这一身 有金牙 没想到还真的被我抽到了 姐 你看这是什么 有金牙啊 真的被你抽到了 我来再来试试看 否则 天后一阵火上 黑牙了 看我的牙齿多好啊 我说 你当你自己抽 选哪个好呢 那就是你吧 宝贝斯开 让我来看一看 你的嘴里有什么宝贝 好 不是吧 有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我还有两个呢 你继续来说 拆他们洗个烂 跑出鸭鸭鸭 什么 你们好像有谁啊 咱们打开来看看 哇 这里面真的有啊 帮我爸妈 你们看见没有 你真的赶紧在屏幕上扣个1啊 我们给它取出来 哎 拿到了 哇 金光闪闪的 真是金牙 哎 这个为啥比我弟出的呢 要小一圈啊 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抽到的鸭鸭 就这么小啊 不是 那是这牙齿的 你为什么呢 哎 笨蛋 那是吓着我齿的 哦 原来如此 那我要把它 带在我的牙齿上试试看 嗯 等一下 我头就扫嘴 我带牙套了 那我竟不是带不上的了吗 那就给我带吧 又哥 看我的鸭鸭 算不算呀 你一样就感觉 自己的气质都提升了 嘿嘿嘿